之前有人跟我說 你很久以前的影片率都過年了 為什麼還要繼續戴著口罩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來脫口罩給大家看 來囉 大家準備好了嗎? 3 2 1 欸 就是玩 不要這樣 真的很熱 不要這樣 一條鐵路的存費 跟運量有著不可分的關係 大家各位知道嗎? 一條單線非電器化的地方鐵路 不是 那是上支影片的內容 然而各位知道嗎?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路線 除了有著並肩基隆捷運 高達9000人次的收送密度 甚至曾經要作為 台鐵桃園機場線的路廊嗎? 不過今天這條路線廢紙的真實原因是什麼? 至今到底有沒有重建的可能性呢?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條 台鐵領口線 廢話不多說 我們開始囉 今天我們來聊的路線 領口線 原先是一條貨運鐵路 最早興建於1968年 是隨著領口火力發電廠的起用 而正式通車 這條路線的主要任務 是運送煤炭到領口火力發電廠 同時在沿線的工業地帶 也負責貨物運輸的任務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 桃園借助台北都會區的外衣效應 成長成台北外圍重要的人口聚集地 和通勤都市 然而 市區缺乏大眾運輸的問題 變成為必須積極面對的課題 2005年 為了推動台鐵的解運化和桃園市內的解運工程 當時的桃園縣政府與台鐵合作 透過租用列車和興建通勤站的方式 推出了桃林鐵路 這樣一個測試性質的路線 而領口縣 具備南北中貫桃園市區的性質 成為試辦客運的樣本 雖然運行時間只在早晚時間段 提供各兩班次的客運列車服務 然而桃林鐵路的推出 使得領口現在客運方面的需求得到初步驗證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當年預估運量最多的桃園高中站 而在當年捷運化的規劃文件中 桃園高中到桃園區站之間 最多一小時的單放上運量 可以達到8000人士左右的人運人數 在現機的捷運路線當中 已經是相當可觀的數字 2012年為了配合桃園鐵路立體化工程的進行 領口縣結束了客運服務 截至2012年桃園鐵路服務終止之前 領口縣全長18.4公里 也是設置7座車站和2座貨運車站 而隨著桃園地面交通持續增長 台鐵和桃園縣政府 也開始考慮將領口縣進行捷運化和立體化的規劃 然而也是在這個時間點 領口縣第一次面對強勁的競爭對手 在領口縣進行通勤鐵路化的規劃過程中 桃園捷運綠線的出現無疑是領口縣最大的競爭對手 桃園捷運綠線是桃園都會區最早規劃的捷運路線之一 同時作為一條南北鄉的大眾運輸 與領口縣大致平行以外 也整合了桃園航空城和沿線重劃區的開發規劃 相對之下 除了沿線路廊與桃園捷運綠線平行 沿線開發飽和的領口縣 因為開發效益較少而面臨巨大挑戰 但是儘管如此 領口縣相比桃園捷運綠線 仍然存在一些無法忽視的優勢 首先 南坎作為桃園市區北側最大的人口聚集地之一 領口縣由於更接近南坎地區的中心地帶 相比於從南坎外圍繞過的捷運綠線 領口縣能夠更有效地服務南坎與桃園之間的聯絡需求 使得它在服務範圍和便利性方面 具定一定的優勢 其次 領口縣作為一條既有路線和運輸路廊 無論是土地取得、施工經費 在當時的預估中 遠遠小於興建的桃園捷運綠線 這意味著領口縣在捷運化的過程中 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實現大眾運輸的需求 除了上述兩點以外 根據當年的運能評估 領口縣的運輸能力也略高於採用中運量的桃園捷運綠線7% 越來越乘車人數更是可以達到5萬人次以上 這指著領口縣在通勤能力方面 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由於領口縣距離桃園機場並不遠 加上早期桃園機場在聯外鐵路的規劃上 是以台鐵系統為基礎 領口縣便成為了相當寶貴的既有路狼 同時由於爬坡及彎道數量 比現金的桃園機場均勻還要少 增加於桃園機場的興建經費高達1131 領口縣當年改建的預估經費僅約300億左右 這麼說領口縣感覺各方面都具備優勢 然而領口縣之所以廢止的原因並沒有這麼單純 首先,那我們先來澄清一個常見的迷思 過去有人認為領口縣的既有路狼是單線鐵路的空間 無法負擔作為通行鐵路和機場聯外鐵路的任務 然而,根據當年的推算 領口縣只需要在部分車站建設能夠讓列車交匯的站體結構 即在既有軌道新增側線或代幣線 就能實現每小時單方向7到10班車以上的班距 已經足夠應對通行需求 關於這點,在位於日本旗域縣的穿越線 就存在類似的案例可以證明 而雖然認真說起來與捷運系統的班式密度還是有所差距 但在台灣也已經存在單線鐵路改成立體化雙線捷運的案例 捷運淡水線溢線,則從單線的台鐵路線升級而來 而以當時預計採用的8輛編組通行電車來說 領口縣接風時刻的運輸能力 甚至比桃園捷運綠線高至7% 因此啊,單線鐵路並不是領口縣廢止的原因 那到底是怎麼樣的原因讓領口縣最終面臨廢止的命運呢? 首先,沿線站體和土地產權問題 是導致領口縣無法進行改善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桃園鐵路立體化規劃時 曾經考慮將領口縣納入計畫中 然而由於沿線站體和土地產權 在台鐵與桃園縣政府間權責不清 雙方對於土地資源和鐵路設施的管理權存在爭議 這導致規劃時程壓力巨大的桃園鐵路立體化 無法順利將領口縣納入桃園車站的設計中 最終導致領口縣所需的站體空間 被從中貫線的本線中切割出來 其次,工程用地問題也是一個關鍵因素 因為桃園鐵路立體化工程期間 必須設置臨時軌來保證鐵路運營 這導致實際能夠建造的月台配置不足 無法同時應付中貫線和領口線的需求 尤其領口線如果要在桃園站進行高密度的折返 勢必會再用桃園車站的既有測線空間 這種情況下,桃園車站的調度壓力將會大幅增加 而如果改建成機場連外鐵路 在沒有優化軌道配置的情況下 從台北前往機場的列車 都必須要在桃園車站跨越對向軌道 就會形成一個在排點上非常的阻礙 也就是平面交叉 就按老師講吧 日本東京的上野站即便在平面交叉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透過3分鐘一般的班距發出各方向的快慢車 而就算到了今天 以台鐵的耗製系統基礎來說 對向列車如果要全速運行 至少必須保持3公里以上的間隔 領口線會嚴重地影響中貫線北段的班次密度 最終的原因也是桃園捷運綠線和機場捷運相比 行經既有市區範圍的領口線 缺乏夜線的開發效益 戰鬥之下 桃園機場捷運整合了台北市內多塊開發地帶 而綠線又整合了航空城和重劃區的開發潛力 這些又剛好是新北和桃園市方面 想要積極發展的目標 而領口線則相對而言沒有這樣的開發效益 也導致領口線在競爭中逐漸失去了優勢 總結來說 領口線廢止或許是一個非常可惜的決定 領口線在路廊、工程經費和吃空集成上面所具備的優勢 蠻多層面上都是現今的捷運路線無法取代的 然而儘管具備這些優勢 領口線最終還是因為一系列的外部因素廢止 包含土地產權的問題 工程用地限制以及選法延限開發效益 不知道各位怎麼看待這樣一條路線的規劃歷史呢? 我們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